你那麼不專業 有本事教我掌機怎麼用 安排 大家好 我是憲哥 很高興大家進來我的頻道 很久沒有做比較影片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RG35XXH跟RG40XXH 這兩台有什麼差異 影片開始前 先解答 某些玩家的疑問 不少人密憲哥說 我跟某網紅說的RG經銷商有什麼關係 這邊憲哥澄清一下 憲哥是安伯尼克在台唯一的授權經銷商 跟其他人沒有任何的關係 那什麼RG經銷商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 憲哥也沒有跟任何的網紅有配合拍片 所有的影片都是憲哥自己製作的 好解答到這裡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首先從外殼來看 正面差異 這樣子 好 側面差異 都有明顯的大小差異 再來打開內容物 好 主機 這是 電線盒 清潔 保貼說明書 RG40XX呢 主機 電線盒 電線盒 説明書 40XX目前沒有附寶貼 這是第一個差異 雖然40XX沒有附寶貼 但憲哥測試 可以拿 RG ARCD的寶貼 貼上去 所以如果要用的話 可以去加購 ARCD的寶貼來貼 第二个差异是颜色差异 35XX它有三个颜色 黑色 透白色 透紫色 40XX它有三个颜色 黑色 灰色 蓝色 这三个是颜色 这个是颜色的差异 第三个差异就是荧幕大小 35XX它就是3.5寸 40XX 如它的编号所示 它就是4寸的荧幕 这是它 荧幕的差异 然后有个小小的不同就是 它这边的图示 有一点点不同 它这个图示就是它的外形的图示 这边图示就是它的外形图示 荧幕没有触碰功能 第四个差异 我们来看一下外形 从外观来看 第一个最明显的差异就是灯 40XX多了这个LED的灯在香菇头的旁边 35XX没有 这是第一个差异 外形的第一个差异就是有香菇头 第二个差异就是它把一些按键配置改了 来我们一个一个比一下 正面的话 双S键 START START 40XX做在这里 35XX做在这里 40XX这边多了个M键 这边写的菜单 35XX的键叫做F键 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 所以设定键都在这边 再来上方的比较 再来上方的比较 35XX是这样左右的分别 40XX是上下的分别 其他的按钮 耳机孔 双TAP-C 这OTG是让你接摇杆用的 DC是让你充电的 中间Mini HDMI 40XX这边阉割了一颗 它只给你一个TAP-C 这个是启动音源键 重开键 HDMI 它阉割掉了一颗 TAP-C的按钮 再来下面 下面 下面的话 40XX把耳机放在这边了 两个都有喇叭孔 一样 右边 35XX 这是它的启动键在这里 重开键 40XX没有 左边 音量大小键 35XX坐在这边 40XX是坐在上方 背面的部分 35XX有做止滑电 40XX没有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东西 规格有写 35XX它的电池 是3300MAH 40XX 它是3200MAH 所以 40XX这个地方也阉割了100 这就是外形的差异 最后一个差异是记忆卡的部分 来 关机的话 请按照正常程序关机 任何掌机都是 35XX 按下F扭 最下面关机 40XX 按下M扭 最下面关机 按照正常程序关机的话 掌机比较不容易坏掉 这边我有问过原厂 原厂其实他自己也承认 他这张黑卡 白牌黑卡有问题 所以蛮多玩家说 不能开机 其实就是这张卡有问题 跟献哥买 你可以寄回来给我 我帮你处理 所以在40XX之后的机种 其实原厂他有拿了品牌卡了 变成蓝卡 这是记忆卡的第一个差别 第二个差别就是 40XX他多了256G的规格 在35XX他的规格 官方规格 他只有卖64 或者是64加128 那128 憲哥都会帮你们改成台湾卡 因为毕竟这个黑卡 我觉得有一点 普通货 那40XX 首次他多了256G的规格 所以他可以 买的规格有64 64加128 64加256 这三种规格 以上是这两台的最大差异 其他支援什么游戏 支援什么模拟器 硬体配置 CPU RAM 都一样 其他的网红 原厂讲的比我更详细 憲哥只做这两台的比较 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都会回答给你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